我們針對布丁這一塊來做一下 那這個就比我們剛剛人還簡單 相對來比人還簡單 第一個還是要把它抓出來嘛 對不對 那以這來講的話 其實不要用快速選舉 用魔術棒還比較好用 因為白色很多嘛 對不對 你覺得選布丁比較容易 還是選白色比較容易 有時候不見得要從正門進去 從側門進去也很好 對不對 有時候是不要的比較好選 這樣不是就選到了嗎 好 你要加選 是不是按住Shift 我在這邊按住Shift 好 我就來這邊加選 再來這邊加選 那這裡還有一塊 這個時候我就不會再用魔術棒了 因為這一塊是字 是比較複雜 所以我會把這個地方 好 看清楚喔 這裡有沒有 我有很多工具嘛 OK 我就把這個地方放大一點 好 那你看一下這裡 現在在這邊我就改用這個工具就好了 因為我一框 序了按著一框 這樣不就選起來了嗎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講工具是要合起來用的 不是 用一個就一路用到底 那你也會 嘿 就當作我沒叫過你 哈哈哈哈 好 來 這個之後把它反轉選 有沒有 顛倒過來選嘛 我現在是選到不要了 這樣有沒有選到我要的 那你要把它拿出來 各位就留意一下了 平常如果你是直接拷貝貼上 你應該會有一點點後悔 不過以這張來講還好啦 它貼的位置還算蠻準的 有沒有 但是我們一般貼上的時候 它都是在中央貼上 所以其實我平常在貼的時候 我都是用另外一個 也就是如果你有選取區還在的話 我會在任何一個選取區的工具上 按右鍵 因為它有一個功能 叫做減下的圖層跟拷貝的圖層 這兩個其實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就是應該說這兩個的效果 跟我們一般的減下跟貼上是不一樣的 好 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呢 至少我先跟你講一下 它的這邊的減下跟拷貝 減下是在原地貼上 所以你在哪裡它就貼在原地的地方 那至於另外一個差別 我們今天如果有機會玩到拼圖的話 再跟各位介紹就好了 好 所以你看我現在剪下來的 有沒有 這邊就OK了 對 背景是留 反正背景白色的嘛 不用再做那個內容感知了 好 那一樣把它轉換成智慧型物件 好的 現在呢 操控彎曲 又給它出來 一樣把它關掉 你們剛剛有同學把它想得太複雜了 四個點就解決了 這樣了解嗎 你想看看 回想一下 電視上的布丁怎麼弄的 哈哈哈哈 咚咬咬咬 對不對 所以哪裡是固定的 下面是固定的 所以我把它裙子是不是盯住了 那你就知道 拿來這裡 咚咬咬咬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吃一點 哈哈哈哈 我是下面固定 你就不用點那麼多點 你了解了吧 OK 那後面你就會了嘛 就給你玩玩看喔 所以 這個工具的重點在於你 釘 圖釘要釘在哪裡 你釘在哪邊 釘對了 那感覺才會對 釘錯了 就真的釘錯了 哈哈